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后 陆寒被拍到现身机场 这次陆寒和关小彤前后脚现身 并没有显出过于亲密的举动 两人都戴着口罩全副武装 或专人陪伴巨星范石族 不知道这次解约是否会对陆寒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陆寒和关小彤 两人可谓是非常甜蜜 频频被拍到两人约会的场景 而且最近陆寒关小彤和陈和夫妇 也现身日本度假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作为娱乐圈中的风云人物 两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网友和媒体的关注 这次陆寒和曾经的老冬假解约 也引起了无数网友的热议 不过 当陆寒宣布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时 杨天真表示了祝福和鼓励 看来两位是和平分手 自从回国之后 杨天真对于陆寒的发展帮助很大 也是一心于乐的一哥 不过 如今 一心于乐的一哥 已经换成了赵又婷 既然 韩语源经纪公司一心于乐三年期满 没有选择续约也无可厚非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希望陆寒单飞之后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吧 毕竟在这个分杂的娱乐圈 人脉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还是祝福陆寒和关小彤 两人能够越来越便宜 早日修成正果吧 也请